假如这是某一个磁性物质做的 不过它有一个gap 有一个空隙的话 有一个气息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跟诊断都是这个材料不一样 诊断都是这个材料的话 这一段的界面积跟这个界面积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个气息空气 我们就发现空气气息这一段 它的这个界面积 这个界面积要比这个界面积要大一点 比原来这个界面积 气息的界面积A要修正 比原来这个界面积要大一点点 这个原来的界面积我们叫A0 这个气息的界面积要稍微大一点 怎么修正我们不管它 这个就是它修正的方程式 A要等于A0乘上1加上这个 那么Lg就是气息的宽度 D1D2就是这个材料 材料 是从D1D2为气息的几何尺寸 几何尺寸 就是它这个A它的面积 D1D2就是这个几何尺寸 这个几何尺寸是什么 就是原来这个材料 原来这个材料它的几何尺寸 比如说它是方形的话 它就是D1乘D2 长乘宽 那么Lg就是气息的长度 那么这个笔值 你看这个就等于Lg乘上 比如说一个长 长要增加这么多 宽也要E增加这么多 那这个值通常都是相当于十分之一 就是Lg比上它这个 几何尺寸通常是相当于0.1左右 这个都是我们靠经验量出来的 我们先不管它怎么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一个铸铁座的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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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贴面积AC是等于4cm² 这个就是铸铁做的铁型coil 它的面积是这么多 它的长度从这里到这里44cm 气息的长度0.2cm 有效面积它没有叫你算 它就直接告诉你 它的有效面积 你看它比这个大 4.8cm² 现在要求环心里头的B长 就是B coil 与H长 与磁场 与环心磁场的关系 磁场强度的关系 B跟H的关系 那么我们应用安培定律 来看 我们假定 因为它有电流 所以它会产生H长 H长 我们把它当作是对称来看 它是H长的环缠剂等于 I F I F Unclosed Unclosed 就是说你这个路径所围成的面 穿过这个面 穿过这个面的free current 穿过这个面的free current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去这个 从这里 这一段是LC LC LC 里头的H是HC 再加上这一段 就是你这个积分分两段 一个是coil 一个是这个 coil积分 这一段 我们假定HC 是一个长数 长数 那么它总长是LC 加上HG 这里头的H长是HG 它的长度是LG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环缠剂 要等于N 这个I F 你看 你这里一个封闭路径 从这个封闭路径里头 钻出来的电流 就是全部的NI 全部的NI HG就是气息的这个磁场强度 因为铁心跟气息是串联 所以磁通相等 磁通在铁心里面 它是BC乘上AC 在气息里面 它是BG乘上AG 这个是它的G面积 G就是代表GAP GAP 那么将H厂 H厂跟B厂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个代 H等于B over mu0 BG呢 从这里知道它是5 over AG 就把HG 就把这个HG 带入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头的这一项 于是 这个式子就变成HCLC 加上这个带进来 等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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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5 5 我们再把5带进来 5 它可以等于 B C over AC B C over AC 这是GAP里头的 但是它也等于B C over AC 对不对 B G over AG 等于B C over AC 就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头 就是H跟B 都是位置数 你不能解出来 解不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你现在不能解 因为只有一个方程式 有两个位置数 我们就把B C B C 等于其他的下 你把这个拿过来 然后其他的除过来 B C跟H C 有这个关系 那就是B C 跟H C 它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线性的关系 线性的关系 你不知道这个时候 到底B C是多少 H C是多少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 我们现在从这里 刚刚我是直接讲 因为 这个是正比 因为这个比例都是常数 所以它跟它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正比的关系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现在就要 现在就要 你这两个都不知道 好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铁资材料 它的辞质路线画出来 辞质路线画出来 而我们这个关系呢 是这一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 焦点焦到这里 焦点焦到这里 那就表示说 这个时候 这个磁铁 这个磁铁 它是工作到这一点 工作到这一点的话 它磁化到这一点 磁化到这一点 就是Tesla BC是这个 于是 我们要算Gap里头的气息 因为 这个是Flux Flux都相等 BG 等于BC AC over AG 那现在Core有里头的BC 我们知道了 0.4 这两个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Gap里头 Gap 这个Gap的磁场 我们就求出来 磁场 就是这么求的 OK 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这个立体 是由 一个LM厂的磁铁磅 就是这个磁铁磅 两支 这两个背 长度是Ls 以及一个Gap L Gap 长度是LG 所组成的一个磁路 磁铁磅 磁铁磅 测背 与气息的界面积 分别是 这个是AM 这个是AS 然后这个是AG 测背 绕有N扎 带有电流I的线圈 求 分别求 应该分别求 磁铁磅 测背 与气息 的磁场 求这个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跟这个地方的磁场 我们现在可以用磁路 磁路 那我们就 磁路就是安培定理了 那这一段的积分 就是Hm乘上L 然后这个两边的背 总长度是LS 然后它的磁场强度是HS 然后这个LG乘是HG 要等于NI 大海 好 世子里面 这个都是分别是 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磁场强度 而磁路上 磁通 由于磁路上磁通 是个常数 磁通是个常数 它就等于 这是GAP 这是GAP的磁场 这个是磁路上磁场 呈上磁路面积 好 我们就得从这里 我们就得HG 是等于BM AM over mu0 乘上AG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刚刚列出来的A式 然后这个是B式 B式带入A式 这个带入A式 带入这个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两个没有动 这个带进去 变成这样子 这是C式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方程式写成 HLS加上这一项 要等于这个拿过来 -HM LM 加上NI 再由 Flex相等 就是 Flex都是相等 这个是测背的Flex Flex 这个是磁点Bound的Flex 所以HS呢 就等于这个 这是D D式 好 我们把D式 带入这个式子 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就得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现在另 双倍的磁组 双倍的磁组 跟气息的磁组 串联的等效磁组是等于这个 RM 等于双倍的磁组 加上气息的磁组 磁组它是跟长度成正比 又说GAP 长度成正比 然后跟它的这个 面积成反比 这个也是一样的 OK 好 我们把这个 RM 带到 就是把这个RM RM等于这两个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看的就是 这个东西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因为这都是BM AM可以提出来 于是它就变成 这个提出来 这两个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好 那现在 这个整个叫做RM 那就BM AMRM等于这个值 那BM呢 你就把这个除过来 就变成这样的值 好 好 那因为 这两个 持组加起来 那 把这个带进来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 比这个大很多 比大很多 那这个就不要看了 所以RM就 就妈妈糊糊 等于这一项 RM 妈妈糊糊等于这个 这个 磁铁棒的磁场 磁铁棒的磁场 是 就是这个值 这个 我们把RM带进来 RM带进来 就是这个值 然后BM呢 最后 等于这样的一个式 那BM跟HM 你没办法 两个都求出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 把这个 这个 BM跟HM 这个曲线画出来 它是一条直线 跟磁铁棒的 磁质曲线画出来 确定两个曲线的焦点 这个焦点 就是磁场的值 这个焦点就是磁场值 也就是磁化状态下 磁铁棒的M值 OK 好 将BM的值 我们先带到B式里面去 B式就是这个值 以及D式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说我们 你现在没办法求 这个两个没办法求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从这个 因为你有这个曲线 我们就把这个磁铁棒 它的磁质曲线画出来 这里我们没有画出来 没有画出来 它总有个焦点 对不对 这个焦点 它是BM跟H的焦点 HM的焦点 BM 从焦点可以求出这个来 这个求出来以后 就是这个知道了 你就可以求Gap里头的H场 以及 两倍里头的H场 两倍的H场 跟这个HG跟HS求出来 你就可以求BG跟BS 气息的磁场 BG就是这个 μ0HG HG是这个 侧背的H场 B场就是这个值 μSHS 以上是我们举两个例子 就是说 你必须要知道它的 这个时候磁化到什么地步 你才能够求它里头的这个磁场 所以说 我们一般书上的问题都是 有时候都是把这个 磁化过程里头 它在什么地步 它的KIM或者什么告诉你 但实际上 你真的要做的话 没有人告诉你这个数字 那你就要去把这个 用实验的方法 把磁字曲线画出来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个题目 再看几个例题 半径分别是A及B的 无线长二导体原柱壳 这是内壳 这是原柱壳 内壳半径是A 外壳半径是B 用磁化率为KIM的线性物质 彼此绝缘 就是这个壳 原柱壳 跟这个原柱壳之间 有一个绝缘物质 不是 就有一层的磁性物质 这磁性物质它的磁化率是KIM 好 那现在说电流 从这个壳里头流进去 然后从很远的地方 再回 从中间这个壳流出来 我们假定这个是Z轴 我们假定这个电流呢 都是均匀 I流过去的是均匀分布在这个表面上 这个电流是均匀分布在这个表面上 现在要求两个原柱之间产生的磁场 它的磁化强度 磁化等效电流密度 以及总磁化等效电流等等 好 那我们要求这些磁场 求磁场 那我们怎么求呢 我们知道电流 有电流 而且这个电流是一个对称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安培定律 但是因为它有磁性物质的存在 你不能用B场的安培定律 你只能用H场的安培定律 所以我们就把H场的安培定律写出来 用这个 你要用这个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封闭路径 对不对 我封闭路径就画在这里 画在两个壳的当中 半径R 介于A跟B之间 去这样的圆柱形 这样的一个同行圆的一个路径 去这么一个路径 我们有电流的对称性 我们知道H场一定是常数 然后因为电流 你看这里头的电流 是朝Z轴的方向 所以它的H场一定是φ的方向 我们再取DL跟H场平行 就积分里头的DL跟H场平行 于是还有就是IF穿过这里的电流 就是I 于是左边H场的线积分 就是H乘上200R 这边I encroached就是I 所以H就等于这个 这个地方我没有再仔细地写 因为我们做的太多了 H等于这个 这里头的H大小是这个 那么它的方向就是φ的方向 我们把向量加进去 磁场强度求出来了 有了磁场强度 然后你就可以求磁化强度 磁化强度是KiMH 这个知道了 你就把KiM沉进来就好 然后二科间的磁场 这个磁场跟H场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本来是H等于Mu0分子B 减掉M M就是KiMH 这个等于这个 那这个H场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把这一套乘在这里 这就是两科间的BX 这就是两科间的BX 好 现在我们要看 等效电流密度 这是体积电流密度 等于这个 等于CurlM M知道了 你怎么把M带到这里来 那这个我们用 因为它这个M不是常数 它跟R有关 它不是常数 所以它Curl不是0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 因为它这个Current Density 这个Current Density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Curl带进来 你不能说马上就等于0 你把Curl看看 Curl看看 那么我们用这个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OK 你把它带到这个 因为它现在只有R有 所以它只有这项存在 你这个可以 你不妨用这个 行列式把它列出来 它就是等于这个 但是这个里头 这个R跟这个R约掉了 所以还是0 所以它里头没有等效体积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是这个 M cross N 那M是这个 N呢 表面 N就是要看 这个有两个表面 一个是这个表面 一个是这个表面 两个表面的N不一样 内圆柱 内圆柱殼的表面 因为这个是绝缘体 这个外面 这个也是外面 所以靠里头这个 N 朝里头 就是跟R相反 R -R univector 这个是正R univector 所以内部 它是这个 所以它就是等于M X cross-R R R 5 Cross-Z 副的 Cross-R 不是 5 cross-R 5 Cross-R 这个方向 那副的话就是朝正的来 这个是 内壳表面的表面电流密度 然后外圆柱壳的表面电流密度 R univector的positive 所以它是等于这个值 再来我们就要看这个表面上有多少电流 等效表面电流 它是等于KB到了这个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常数了 所以内部就等于这个 乘上这个总长度2πA 等于KMI 外面就等于外面的KBY 乘上2πB 外 2πB 这个写错了 这个2πB 这个A写错了 这是B 2πB 这是2πB 这是外面 然后这个 再称上B 再称2πB 所以这个约达也是负癌 所以总表面电流密度 总表面电流 就是内部的表面电流 加上外面的表面电流 正好等于0 2πB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这个磁化强度 这个磁化强度就是冻结了 冻结的这么多 应该不能讲冷冻 冻结的磁化强度 它 K是常数 S是跟这个距离 所以它是跟轴的距离有关 空间呢 这个空间没有任何其他的电流 现在要求 现在要求圆柱内跟圆柱外的磁场是多少 要求磁场 我们就看 因为它有磁化强度 磁化强度会产生表面电流密度 跟等效的表面电流密度 跟等效的体积电流密度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密度求出来 是等效的表面电流密度 M M是这个方向 Cross N Cross N 所以它是什么 φ的方向 KB是φ的方向 Z是这样 φ就是这个方向 J 等于Cross M Cross M M呢 是K over S 我们用圆柱坐标的 式子带进来 在这里头 它只有这一项存在 S跟S约掉 φ Pars Ks over Parts 那就是等于φ -Kφ 这个等于-Kφ 这个求出来 我们就可以求 安培定律 用安培定律来求磁场 OK 安培定律的话 你一定要做一个什么 封闭路径 我们就取A B C D 顺着这个方向积分的路径 A B C D A B C D 它要等于Mu 0 A B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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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密度包括这两个 注意 那我们就取这个封闭路径 因为J B对称分布 J B C D 它是一个 这个是 它是 它是 φ的方向 是这个 K B C D 是这个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一段的里头 B 同一个距离 同一个S的地方 B长是一样大 因为它是对称 所以跟φ没有关系 跟Z没有关系 所以它就是常数 D L 我们取这一段的D L A B段 它是Z D Z 然后呢 B C段跟D A段 B C段跟D A段 如果在这里 B长是零 因为 它的电流 就是这么流 B长呢 外头是零 或者是里头 B长 在里头的话 在这个地方 B长是这个方向 而你的路径是这个方向 垂直 那么CD呢 这一段在外面 没有B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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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的一句 这个是无限长 那安培定律 就是这四段路径的B 到D L 积分 那这三段的积分都是零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这个两个 不是零 就是垂直 也是零 那就是这个 这个它跟它平行 所以它就是B B B D L B长 我这个应该是 我看看 这个两个 就是我这个路径 路径应该是这样子选 我们看这个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这么流 这是表面 只有这一点点 而这个 这个 是这样子流 所以 这个电流 就是这个产生的电流 比这个要大 所以这个电流要大的话 那它的这个磁场 那它这个磁场 那它这个磁场 应该是 应该是负的 应该是 你这么化 磁场就是负的 OK 因为 这个Current Density 比这个大 就是Current 要比这个大 那么我们说 Mu 0 I 是右边的 右边的它是等于 两个贡献 电流 一个是 Current Density Dot dA 这个是dA 的这个积分 从这里到这里的积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Kb的 它就是乘上这一段 乘上 Delta L而已 那这个积分呢 Jb 是等于负的这个 我们刚刚求出来 dA呢 我们现在令它是等于 Fi的方向 Fi的方向 那就是 dA 它是等于 Delta L 乘上 Ds Ds 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是s嘛 这个就是 Ds嘛 Ds 好 它的方向呢 是正Fi的方向 这个面积是正Fi的方向的话呢 那就是 就是 这个方向 这个有点画的 画的不对了 画的不对了 就是 我现在要把 假如我这个Fi是这样子的话 那它的路径应该是这么画 Fi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打X的才对 打X的才对 好 就是反正这个大小 这个 是等于 这一项 Ds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乘DL而已了 好 那这个 积分积出来 你看这是E的 Delta L提出来 里头是Ds积分 Ds积分 就是 就是 FuK拿出来 R-S 加上 Kr 那 FuKr跟Kr 约掉 就变成这个字 所以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FuKr FuKr 然后带到这个NP定律里头去 这一段我们算出来了 这一段算出来 带进去 B就等于这个字 FuKr 从这里我们就加上这个 Fu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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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usando Fu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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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铁棒把它熬成圆形的一个铁环 不过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隙 宽为W的空隙 这个W很小很小 我这里图上没办法画那么小 画那么小我们就看不见了 这很小很小 这个W比A小 比这个半径小 然后比这个长度L也要小 你看它小于A 比这个都要小 它这个宽度比这个都要小 比这个宽度要小 比L也都小 现在我们要求这个空隙当中的磁场 求这个空隙的磁场 那么又是求磁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求磁场的问题 我们刚刚分析过了 如果你没有自由电流的话 你就只好求出 它的表面等效电流 跟体积等效电流 它的磁场就由这两个东西产生的 所以我们就先求一下这个 因为M 你凹成这个样子 那它的magnetization 就是顺着这个phi的方向 我们假设这是z的方向 那就是phi的方向 对不对 是个常数 等效 体积电流密度 就是curl m 因为m是个常数 这个curl有derivative的特性 所以这个就是零 然后呢 我们就看它的表面 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 那么 表面的话呢 那么kb就是等于m m cross n m cross n m 就在这里 m是phi的方向 比如说这里 phi的方向 n是 这个方向 那m cross n 朝这里 就是 这个面是这样子 这个面呢 m cross n 是这边 m cross n m m cross n 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到它 m kb 它是等于绕住这个 环周围的一个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这个都有 这个周围都有 你看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磁化的铁环呢 就把它 当作是一个 单位长度 的电 常有电流 单位长度 常有电流的电线 这就是单位长度的电流了 等于kb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很小很小 所以我们就 妈妈乎乎 好像它没有断掉一样 整个 整个铁环 它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 电流密度 ni就等于kb ok 好 所以我们可以 用安倍定律计算 平均半径 平均半径 这个地方 我少写了一个 就是kb kb 它是等于m cross n m cross n 它就等于 大小就是kb了 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我们不好 不好表示出来 就是大小就是这么大 好 那我们就首先看 这个里头可以当作它没有断 这个地方是有断 但我们当作没有断 所以这个里头任何一点的磁场 就好像一个 螺线环 它单位长度有这么大的电流 一样 所以我们就带这个狮子 我们求过螺线环 我们当作它当中的b场 是一个常数 所以这个积分 所以这个积分就等于b乘上2πr 是r处的距离中心r远处的磁场 大小是b 方向是5的方向 因为你这个 current density是这个样子 2πr就是l 整个长度就是l 这个是左端 右端是muling b anchors的 在这个 我们画这样一个安培路径 那穿过这个 路径所围成的面积的电流密度 只有这个 像这里跟这个里头的 那就是kb kb是每一公尺有多少电流 那它总共长度是2πr 就是l 就是muling kl 那这两边相等 我们就可以写成mul b场 就等于mul0m 然后把这个方向加进去 b场就是这么大 这个是铁环 没有缺的时候 没有缺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看的那个空隙 它是有缺的时候 所以说你要空隙 如果没有缺就是这个值 b场这个 有缺的话 你要扣除空隙那一块的电流 所产生的磁场 那个电流 就是ni ni ni就是kb 称上w 那么 这个 它这个线圈 因为它是一个方形的 所以它是一个方形的线圈 现在我们就看看一个方形的线圈 它的这个方形的线圈 它的电流是这么大的时候 中心产生的磁场是多少 它单位长度 电流密度还是kb kb就是m 所以 这个 这个方形线圈 它表面的电流就是mw 我们现在 回想一下 我们以前做过 无限长的导线 距离它r2远的地方 这个电流i产生的磁场 我们不是得 得这样的一个值吗 对不对 我们积分过程里面 有这么一个值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值积分以后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以前做过 我们现在只写出来 好 如果 这个导线 它不是 无限长 这里是r 它是r 那就说 这个长度 等于这一半 也等于这一半 这个时候 这个p点的 磁场是什么 我们可以带这个 因为 这个值 如果 这一段 等于这一段的话 这个角度是45度了 45度 然后这边 这个角度是四分之三拍 所以它就可以带这个十字 不过把这个 换一下 变成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是 根本二分之一 那就 或者是 二分之 根号二 二分之 根号二 那么我们把这个 二分之 根号二 那两个 就等于根号二 所以 这个 一边是 二r长的 这个 方形线圈 它中间的磁场 是这么大 那现在我们这个 不是二r 我们这个是 刚刚那个 这个值 是二r的 二r 而我们呢 是 这个a 这个a 这个二分之 a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r 变成二分之a 然后这个i 这个带进去 所以 b长 就是这个w后的这个 这一个小小的 薄片 这个空隙 假如它有电流 这么大电流 磁场就是这么多 那现在我们就是 刚刚算出来 是整个没有缺的时候 现在缺了这个 那它的磁场就是等于 整个铁环 减掉这个 整个铁环减掉这个 没有缺的时候 减掉铁环的 本身这么厚 应该产生的磁场 减掉 就是这两个 那我们把这个里头 μ0m都提出来 就变成这个字 然后我们说 空隙的磁场 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大 它的方向呢 也是磁场的方向 也是磁场的方向 跟这个magnetization 同方向 好 这个是我们看的 最后一题 第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